大家好,我是友尚杰 大家好,我是小夫 歡迎大家收聽解鎖地球 OK,解鎖地球 對對對,大家有發現現在在解鎖地球嗎? 有有有有 我剛剛以為我自己也要跟著接那個解鎖地球 比較有默契 其實我有嘗試過各種方法,你知道嗎? 對 有時候是我講耶,有時候是來賓講,有時候一起講 發現不管怎樣都很悲劇 對啊,沒有默契 好,沒關係 不知道為什麼,這很奇怪 總之有聽到解鎖地球就好了 對,反正就跟我們之前講過一樣 大家應該不會就是聽了那麼久 還不知道我們在解鎖地球 有可能啊,有時候開車手殘就點錯了 對,就是自動播放之類的 對 好 那我們今天是很榮幸邀請小夫來節目上分享 對,我也非常榮幸能夠來到解鎖地球 我是小夫 對,那你今天要分享給大家的是什麼 應該說你先自我介紹一下 OK,好 大家好,我是目前失業當中的領隊 就是因為這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出不了國 所以只能待在台灣的一個 算是特殊 特殊路線的領隊 嗯,現在疫情的關係 是不是很多領隊都 你知道,作困酬成這樣子 是,基本上全台灣的領隊 大家都是非常的閒 所以歡迎大家多找你的領隊好友們 來錄Podcast 錄Podcast也可以 或者是拍打位時也都可以 好好好 所以你剛剛說你是比較特殊路線的領隊 對不對 是,對 那是多特殊呢 其實基本上我還是有帶一般的歐洲線 就是比較大眾化的路線嘛 就大家可能想得到那些歐洲國家都有去 但是因為畢竟我這個人就是 骨子裡就是很喜歡旅行很喜歡冒險 所以公司知道我喜歡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指派一些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像是可能會去非洲 或者是反正世界各地都有可能 總之就是一些 可能大家沒聽過 沒去過 有興趣比較特別的地方 都有機會去 哦,所以說主要是非洲的對不對 對 好,所以呢 這一次我們解鎖地球 會帶大家解鎖的就是關於非洲 而且特別是動物行程 哦,是 因為我特愛動物 就是非常喜歡看動物、拍動物 吃肉 哈哈哈哈 吃動物就對了 沒有,對,吃肉 對,不是一些三針野味 當然也吃過啦 OK,好 那確定是合法呢 是合法的 我才敢在這裡講 不合法的我都會一概否認 哈哈哈哈 OK 那所以說對動物有興趣 不管你對動物的興趣是看牠們 摸牠們還是吃牠們 是 等一下我們音樂過後 小福就帶大家來 你知道 一起解鎖地球上面的千奇百怪的動物 奇珍異獸這樣子 奇珍異獸 是,對,真的 好,那小福你剛剛前面有講到說你那個去過很多非洲國家 是啊 它主要就是動物行程對不對 對 那你到底去過哪些非洲國家看動物嗎 我其實 呃,其實先講一下 就是非洲國家其實超級多 就是全世界 就是非洲是全世界國家數最多的一個國家 比亞洲還多 哇,我以為亞洲已經夠多了 因為它經過二戰之後被整個化地 然後就反正分出了很多國家 那非洲應該是57國吧 我印象中 反正就是一個非常多的數字 所以如果你想湊國家就是可以去非洲 但是 都不是那麼輕鬆啦 如果大家想解鎖最快的話就是 等一下應該不會最快 我應該會很痛苦 很痛苦 很辛苦啦 不是說痛苦 對,當然很多痛苦法 就是可能物理上的痛苦 對,心理的痛苦 我每次去非洲還是蠻糾結的 你最大糾結的點是什麼 就是 呃,該怎麼說 就是他們那邊的人不是那麼好溝通合作 你是說 就是非洲當地人通常 你是說哪些方面不好溝通合作 是語言上不同 就是我們腦袋裡面裝的東西就不一樣 就是文化、價值觀完全不同 所以 說實實在 要跟他們合作共識不是那麼容易 像我們在EP17的時候 我找一個來賓 他是在伊索比亞工作 然後他就分享很多 他跟伊索比亞人共識的經驗 然後結論就是真的很悲劇這樣 對,伊索比亞也是我又愛又恨的國家 就是 我之前帶團去伊索比亞 單國就走22天 22天啊? 對,你就知道我帶的團特特書 不過伊索比亞的確是很大 是 他其實很大 然後呢 很豐富 所以像真的要看動物的話 伊索比亞也有動物 對,也有蠻酷的動物 但是其實 以他們國家來講 他除了動物之外 有更多更有意思的 所以通常去伊索比亞 不會是以說 看動物作為主打做號召 對啊,因為伊索比亞除了動物之外 他本身文化在那個區域也算是特別 對,他就是整個非洲的文明古國強國 就大概是僅次於埃及的這種 程度吧 那種感覺 對 所以伊索比亞如果你要單純看動物的話 伊索比亞不見得是個好的選擇 對 對,如果一般比較少會做這樣的選擇 當然伊索比亞有一些特別的動物 對 譬如說像什麼 譬如說像是 紅心獅子肺 就是 他胸口有一個紅色的愛心 然後他的毛很膨 所以看起來好像有點像獅子 但他其實是肺肺 我不知道剛剛有沒有聽到這個肺 對 紅心獅子肺 對,紅心獅子肺 肺肺 對 可是他長得像獅子 感覺有點像 然後胸口有一個紅色的愛心 對,有一個紅色的愛心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只有卡通裡面才會出現的那種角色 對 就蠻可愛的 那時候我去其實看到那些 他真的是滿山遍野的紅心獅子肺 滿山遍野喔 就超多 對,超級多 然後他就在一個山上 好像叫一個國家公園叫Samuel Mountain 就是一個國家公園 然後他山上上面就好多這種肺肺 對 那最可愛最可愛的是這種肺肺 他的主食就是吃草 喔,肺肺吃草喔 對,所以你就會看到一大堆肺肺在草地上面 一直拔草在吃那種感覺 就這麼好笑 對,他們就瘋狂拔草 瘋狂的吃草 然後完全不理你這些觀光客 就大家會去看喔 就覺得他們好可愛喔 但是他們就是一直在吃草 他們不理你這樣 那所以他長得像獅子 可是他其實完全沒有任何攻擊性 其實沒有真的那麼像獅子 只是他可能他的尾巴跟他的毛 就這樣感覺有點像獅子的感覺 但他還是肺肺 喔 對,但他不會主動攻擊人類 但是他的牙齒 獠牙非常的長跟銳利 所以當然被咬到也會很慘 嗯,好 其實比方去鬧他 基本上是不會怎麼樣 是是是 OK 那所以除了伊索比亞之外 你這樣的話 你其他地方 你還去過哪些地方 就是看動物的行程 喔,看動物的話 就非洲其實很多啊 當然我去過的有限啦 就是大概主要像是 南非阿 納米比亞 或波扎那這一塊 就是南部非洲這一塊 有蠻多動物 然後另外東部非洲的話 就像是坦桑尼亞 肯尼亞 烏干達 盧安達 然後另外在 比較特別的一個就是 可能大家都聽過這個國家 就因為在動畫裡面 馬達加斯加 就是這個國家 對 馬達加斯加 那其實他也有 非常非常多 有特色的動物 嗯,通常這種孤立的海盜 都是特色動物比較多對不對 對 因為他跟原本非洲大陸 是隔絕出來 他是獨立發展 有人說他其實是 可以說是另外一個大的 州的那種感覺 因為他裡面的生物 派跟非洲可能就比較不像 雖然他是 最接近非洲的一座島 哦 所以說他其實跟 在生態上跟非洲很大的差距就對了 對 就是像是 馬達加斯加 動畫 印象中裡面不是有一些什麼 大家常見的動物嗎 獅子斑馬 獅子斑馬 這些在馬達加斯加完全看不到 哦 所以說他們漂流到馬達加斯加 也不是沒有道理 對對對 他其實不是馬達加斯加 原生應該有的東西 馬達加斯加可以像是一個 他那座島就是 以動物來講 可能算是一個 比較天堂感覺的一座島吧 因為他裡面沒有一些大型的 掠食性動物 哦 所以大家都蠻nice 對 對就是 你在裡面就不會有一些很恐怖的 野獸 萌獸那些的感覺 就不會有什麼老虎啊獅子這種 比較恐怖的 他最大的獵食性動物 我忘記那名字 反正就是比較大的貓而已 就是貓科動物 但是他不像豹或老虎獅子那麼大 就是更小一點 所以其實沒什麼殺傷力 哦 所以最猛的是只有這樣而已 對 就這樣而已 然後可能就人類吧 哈哈 人類就有殺傷力 對最多殺傷力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 你說他的生態跟比較不太一樣 是 那他 他有什麼特色的動物 最有名最有名的大概就是虎猴吧 就是馬達加斯加的原生種 就只有馬達加斯加才有 所以說他的 他電影裡面這樣拍也是有道理 哦是啊 什麼朱利安國王啊 還是什麼 就是很多那些虎猴 是真的就是在馬達加斯加看得到 然後而且只有他們那裡才有 所以說 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大家對虎猴都蠻了解 因為電影的關係 對 那所以說他其實非洲大陸本身是沒有 哦 非洲大陸是沒有 當然可能動物園也許有吧 但是真正 他 虎猴的 就是發源地跟他的生長地 就是馬達加斯加而已 嗯 所以你在馬達加斯加真的可以看到那種 一望無際的虎猴嗎 還是 一望無際的虎猴 是可能 因為現在已經 嗯 該怎麼講 就過度發展 所以虎猴的數量比較少 但是 其實 因為畢竟我們去看的話 有時候是去保護區 或國家公園 那這種特定區域當然就是有在做保育 所以 虎猴數量其實不算少 有時候就是在 可能一片森林裡面就可以看到 三四種 各種的虎猴 虎猴種類有 看資料有很多不同種的說法 但是可能大方向大的種類大概五六十種吧 哦五六十種 那太多了 對你就想像就是可能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猴子 台灣蜜猴還有五六十種 而且它是有各種不一樣的大小 花紋 形狀可能大部分是類似猴子 但是有時候大小就會差異很大 有些小的小到可能就是你一個拳頭再大一點 哦這麼小的虎猴 那很可愛 對很可愛 然後大的可能就是大到半個人這麼大那種 哇那有點壓力喔 對有會會有一點點壓力 天啊 所以說他們所以他們野生的虎猴是不少的 對不少就是蠻常見的 而且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因為有些真的是 有些真的是長的就是 它就是打蟲生出來可能就是來賣萌的吧 哈哈 對就是它的主要的優勢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虎猴生存之道是什麼 其實它帶來的會什麼 他們喔 當然有一些小的可能真的是 沒什麼太強的生存能力吧 就是因為像我們有時候會去參觀虎猴島 就是那個島上就是有各種虎猴 然後我們就會帶一點點的東西去讓他們吃 就像是可能帶個香蕉 雖然這個對生態保育的觀念來講 不是很好啊 但是畢竟嘛 旅遊觀光偶爾還是需要做一點這種事情 然後好我們就帶一些東西去 像有一種好像我叫竹虎猴吧 它就喜歡抱在竹子或樹上 你知道這種就很可愛的 然後你拿香蕉給它 然後它拿去吃之後 就會其他大隻的虎猴衝過來打它 要搶它的香蕉 然後它就會很像小鷹 我小孩子一樣就是一直叫啊 就是好像要哭啊 就很可憐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要偷偷拿給它 不能被其他大的虎猴看到 要餵它小心餵就對了 對 哇 那它完全沒有任何戰鬥力 它到底怎麼生存 對 就看起來就是沒有戰鬥力 就 畢竟他們也沒有太多獵食動物啦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在樹上 那就自己找一些小的東西吃了 對啊 它運氣好啦 就是生在馬達加斯加 是 就不錯這樣 對啊 那除了虎猴之外 馬達加斯加還有什麼代表性的 像是 變色龍啊 或者是壁虎 這些 就是爬蟲類的 在馬達加斯加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種類 所以它的壁虎跟變色龍 跟我們熟悉的長相不一樣 壁虎可能比較不一樣 那變色龍其實大部分就是那個樣 但是馬達加斯加好像擁有最多種類的變色龍 其實基本上我也沒辦法分辨太多 但是 總之那邊我大概去了 看到就有各式各樣不同大小的變色龍 雖然我覺得變色龍 好像長相都差不多那個樣 然後 就是可能 你就看它有沒有變色 對 那 壁虎的話就蠻特別的 因為有些壁虎它 因為我們一般台灣看到的那種壁虎 就是在牆壁上那種白白嫩嫩的 但是馬達加斯加的壁虎有好多不同種類 而且大小不一樣 而且他們的壁虎眼睛更大 就是很多人都說 哇壁虎好可愛 因為眼睛大大 哇馬達加斯加的壁虎眼睛更大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還有一種壁虎 就是好像是叫落葉壁虎還是什麼 反正這種翻譯的名字嘛 然後它就是長得像葉子一樣 喔它保護色就對了 對保護色 然後它完全就是可以隱藏在大自然裡面 就是我們之前覺得很神奇的就是 會有導遊當地向導帶我們去找這些 動植物去看嘛 那有時候就會他們很厲害喔 他們就會莫名希望指著森林深處 那裡有東西 然後我們就往裡面走走走走走走 走進去之後 我們大家在那邊看到底是什麼東西 大家可能十幾隻眼睛在那邊瞪著看 看很久都不知道在看什麼 它就會說那裡有一隻壁虎 然後直到它可能真的拿東西去戳它一下之後 我們才發現原來那真的是一隻壁虎 哇這個在地想導果然是 我們都覺得它壁虎可能是被黏在那裡的 懷疑它佈置的 對 因為它怎麼有辦法在這麼遠的地方 就看到一個我們可能放在眼前 我們都看不出來它是壁虎的這種東西 它都聞出來了 對我就覺得 哇他們真的超厲害 太厲害太厲害了 但是我可以保證真的不是黏在那裡 它真的就是大自然的 就是自由的份子 它就是在那邊生存的 哦 因為其實馬達加斯加這個島其實真的還蠻大 哦對很大 我已經忘記它台灣的幾倍大 也太久沒回去 至少好幾倍大對不對 對超過十倍以上 但是它有城市有人焰的地方應該比例不高 也沒有到那麼慘 但是就是有些地方真的就是鄉下 就是村莊很原始的那種地方 嗯 對啊就是 而且在馬達加斯加有時候最崩潰的 就是你去一個點 你可能搭車都要搭個十多個小時之類的 就是交通是最辛苦的 不然我非常的喜歡這個國家 因為它 可以說是CP值很高的地方吧 就是你可以 因為它的物價很低 所以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但是去看到一些非常非常酷的東西 哦 所以它的物價很 就是比台灣低很多 是 就是很便宜啊 你可能 坐車 吃東西 什麼各方面的都 花費都很 很省很便宜 就是很多人可能去那邊就可以直接很大氣的 就是包一台車 包個導遊這樣 嗯 就可以很開心的玩 啊當然我們因為是旅遊團 所以我們去的就是規格比較高一點 對 然後因為我就說搭那個車子太辛苦了嘛 所以我們都是直接包私人飛機 對 點到點之間用私人飛機 就是長途的點 就是可能原本要八個小時六個小時以上的車程的 就會直接我們自己有飛機直接飛過去這樣 哇天啊 對 尊爵不凡 對就是 有時候去到非洲 就是當你有足夠的預算的時候就可以做到這樣 就是可以讓你的旅程輕鬆不少 對阿因為非洲就是地廣人稀這樣 是 點跟點之間就是累 對就是 但是這也是它的好處啦 因為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開發 所以相對的就保有比較多原始 比較豐富的生態 嗯 對 欸我剛剛突然想到 就是一般人想到馬達加斯加還有一個 一個重要的東西會想到 就是猴麵包樹 喔對 那個就是基本上去馬達加斯加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然後因為它就是一個很標誌性 你可能Google馬達加斯加 然後就會看到 很常就會看到那個猴麵包樹 那我們把它稱作猴麵包樹大道 因為那個大道上面大概有可能 呃好幾十顆的那種超級巨大的猴麵包樹 然後就是一個 反正是馬達加斯加算是標誌性的一個畫面 欸你知道 欸你知道 你知道我 因為我追蹤很多那種旅行社團 就Facebook社團那種 是 然後動不動三不五十就有人會PO那張 對 欸也不是那一張啊 就是反正就是那個地方 我猜應該是同一個地方吧 對應該就是那一個地方 它那個 那個猴麵包樹是巨大 那是不可思議欸 還跟大樓一樣欸 真的就是超級神奇 因為它每一顆都三五十公尺那麼高 我不知道有沒有到五十啊 但是就是 反正你就覺得看到就是一個超級巨大 應該真的有到三十公尺 哇三十公尺差不多十層樓高欸 差不多對 哇真的很恐怖 至少我看到照片 這是摩天大樓啊 而且就是在一個礦野裡面 然後突然好像拔地而騎 就是大概幾十棵這種超級巨大的樹 然後據說那個樹林 每一棵可能都有兩三千年吧 所以才有辦法長那麼高 我可以想像啦 那個樹真的比我想像過的任何樹都大顆 而且不但高又肥這樣 對很肥 就是你會去到那邊 會覺得一個超級科幻的感覺 因為很不像在地球啊 你在地球怎麼會看到這麼大的樹 而且有時候可能一棵就算了 就台灣可能偶爾會有那種神木 就是很巨大的 但是可能就一兩棵 但是在那邊就是超級多的 你就會覺得哇 而且是在一個礦野 所以就很不真實感 很科幻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欸不過它為什麼叫猴麵包樹啊 喔猴麵包樹 因為它其實猴麵包樹它種類蠻多的 然後我們當然我們看到那種是屬於特定的品種 那猴麵包樹像是在馬達加斯加有最多的品種 一般來說大概 好像全世界八種猴麵包樹 馬達加斯加就有六種 喔 那為什麼叫猴麵包樹就是因為 這種樹它會長出果實 那果實其實長得蠻像菠蘿蜜的 蛤 所以其實你一般看到那個麵包樹 那其實果實都很像菠蘿蜜 然後就是他們覺得說這種果實很大顆 有點像麵包的感覺 然後呢為什麼叫猴 因為猴子就特別喜歡吃這種果實 因為他們覺得這種果實又多汁又甜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人類很少在吃 好像也有但是不多 那就猴子特別愛吃 所以就把它稱作是猴麵包樹 欸說到這個果實啊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他去肯亞玩 然後他就那邊就在那個市集 就買到一大包那種猴麵包樹的果實 而且他把它打得很碎那種 一顆一顆小小顆 我沒吃過欸 他那個也不是拿來吃的 他就是拿來含在嘴巴裡 他就有點鹹鹹的這樣 就很像 他後來帶給我吃 零嘴嗎 對但他有點像那種 沒有肉的酸梅 沒有肉的酸梅 因為他只有那種紫 他沒有肉 然後你這樣吸開 稍微鹹鹹的 還是有一點鹹鹹酸酸這樣 然後我那朋友就很愛啦 就買一大包這樣 然後很便宜 好像什麼10塊錢台幣之類 然後他帶回台灣嗎 對然後聽說好像是因為那個很乾燥 就不能帶回台灣 欸沒有欸 太乾燥就OK了 他說好像有 他有查過了 他就是說好像夠乾燥就可以帶回來 對對對 然後他當地人好像也是 當作那種提神用 那種小零食這樣 是喔 哇 我沒聽過欸 以後去非洲可以試試看 可是我不知道馬達加斯加 有沒有這種習慣 也許會有吧 但我那時候沒遇到過 我就想到我之前在伊索比亞 他們當地人都會給我那個樹枝 就是解牙棒 樹枝 對 就是那個樹枝裡面好像有 含有木糖唇吧 就是可以幫助清潔牙齒 不容易蛀牙 所以他們沒事就會咬那個樹枝 然後就是很像在剃牙一樣這樣刷牙 就是他們的牙刷 太刁了吧 就是他們非洲人 如果原始的狀態是沒有像牙刷這種 現代化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會拿那個樹枝然後來刷牙 然後剛好那個樹枝裡面有木糖唇 對就是他們應該是木糖唇 就塞了頭吧 之類的 對對對 就是他就是可以幫助清潔牙齒不會蛀牙 欸這是古人的智慧 對啊就是我那時候在那個伊索比亞最在幹的事情 就是叼著那一根就覺得自己很像當地人 很潮 好像蠻帥的 是很帥這樣 欸那這樣的話 那除了馬達加斯加之外 對 就剛剛聽到你講的你在非洲大陸的那些國家 也是看動物的 對 那我看起來好像是主要分成兩塊嘛 一個是比較東非 對 然後一個是比較南非一點 對 這兩個區域的國家 看動物的型態是不是不太一樣 其實看的動物種類大同小異 嗯 其實我個人會推薦就是 因為看動物要看每個人的喜好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些人是特愛動物我可以每天都看 然後看的很開心這樣 但是呢像是有些如果一般人 有時候就是只是想說 欸出去去非洲玩一下 順便看個動物 那其實我會比較推薦可以先從南非 像是入門款的 對 因為像是到南非看動物 其實南非這個國家可能大家 比較不陌生 就是他在 他整體狀況在非洲來講是比較 可能經濟比較好 基礎建設稍微好一點的地方 所以去到南非其實除了 看動物之外 你可能還可以 呃有比較好的飯店可以住 比較好的東西可以吃 然後 而且南非有很多的景色風景可以看 嗯 所以一般一開始建議看動物 其實我自己是蠻推薦從南非開始看 然後南非他的國家公園 像是克魯閣國家公園 他裡面的動物啊 獅子的數量密度可以說是 可能是世界最高的 也許啦 當然有時候都看運氣 但是那邊有非常多精彩的動物畫面可以看 所以意思是說 因為南非他除了動物之外 他其他經典也比較多 對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整趟 全部都一直看動物的話 是 是一個好的那種注射 對你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搭配嘛 偶爾看個動物 然後偶爾就可以 可能住飯店享受 去海邊 像可以去開普敦嘛 對 就看桌山之類的 就是比較多人 嗯 那可是總共有一些 南非看不到的動物 其他地方才看得到 其他地方才看得到的 嗯 其實差不多耶 因為那些草原型的動物在 南非在 就是 大部分那些草原型的動物 大同小異 差不多 這樣子 對 那這樣聽起來的話 南非真的是一個好選擇耶 就是以一般入門來講的話 我覺得南非是不錯 那像是 像是南部飛中 因為我剛剛還有提到 像是什麼 納米比亞或波子安娜 那裡去的感覺又不同 因為像納米比亞 他也是之前從南非獨立出來的一個國家 嗯 他那邊就有很多漂亮的地景 然後他那邊比較偏向於沙漠型的 就是 景觀 嗯 所以他那邊看動物的話 像是在納米比亞看動物 一般就是 因為一般其他我們 地方 推薦去看動物 可能會推薦 在 呃 乾季去 對 就是乾季的話 你環境條件比較好 不會一直下雨 但是在 納米比亞就是一直很乾旱的地方 有時候就會推薦 欸 其實雨季去也OK 對 而且納米比亞 因為那邊是很多沙漠嘛 所以動物其實都沒水 嗯 就是平常不會隨意就可以找到水 所以在納米比亞 看動物最輕鬆的方式就是呢 你去找一個有水的地方 你就在那邊待著 動物就自己過來讓你看 你不用去找動物 你只要在有水的地方 因為動物就是 他的水源取得的地方有限嘛 所以他每天固定一定要喝水 那就只能來這個水塘 那基本上你在這個水塘守著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動物 喔 來這裡開趴 你就等在那個旁邊 對 就是那種守株待兔就對了 對對 那種感覺 欸 那這樣的話還蠻方便的 是啊是啊是啊 欸可是 像這樣守在水塘旁邊的話 能看到的動物種類是不是 還是有限啊 因為應該不是每個動物 都跑來這邊喝水這樣子 基本上我在水塘裡面 大部分會看到的動物都看過了 我覺得蠻像在看一齣戲 就是有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 第四幕 可能第一幕就一開始 有一些草原型的動物啊 就是可能羚羊斑馬 很peace 很歡樂的畫面 然後後來就開始好像有點緊張的氣氛 他們會開始看 好像遠遠的什麼東西來了 他們會突然有一股氣氛 速殺之氣 速殺之氣 欸 後來發現 喔沒有大象來了 喔沒事沒事 大象來了沒事嘛 然後就是大象來之後 大象就會開始的玩水噴水 然後搞搞得一團亂 最近他草原型動物都走掉 覺得他很急吧 對就覺得他們很煩 然後可能有時候還看到大象要交配的畫面之類的 就是反正一個整個就是很混亂的畫面 大象就是喜歡把畫面搞得 哇因為他們太大了 他們隨便一個小動作可能都會搞得很大 對他就是他想要低調沒辦法 對沒辦法低調 然後而且像大象又是群居性的動物 一群就十幾二十隻 對所以就是反正氣勢很大 好那之後可能大象就離開了 之後可能就獵食性動物就過來了 有可能就獅子啊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貓科動物 像是什麼花豹或獵豹 但這兩個豹類比較少見 所以一般都是獅群 獅群也有可能會過來這裡喝水 然後其他動物就會閃得遠遠的 所以就是一幕一幕一幕 每一幕都有可能可以看到不同的動物種類 感覺起來他們好像有分配時段的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他們有這樣的默契吧 不然去那邊喝水搞得很緊張欸 對啊正要喝就來反尿命 對真的 欸那很有趣欸 你就等於說你就待在那個池塘旁邊 對而且像在納米比亞蠻好的 就是有時候是有一些它是類似度假村或營地 就是你就是在一個營區裡面 但是它當然就是會有圍起來 或者通電鐵絲網什麼 就是會隔一個安全的距離 嗯 那你就可以在那邊 那可能就會有比較舒服的有意志 有地方可以坐 然後你就可以拿著一瓶啤酒 在那邊一邊喝一邊看動物享受 很Chill 對然後甚至像我們有時候晚上在營地過夜 就會有時候沒事嘛 晚上沒事就跑到水塘旁邊在那邊等動物 你說直接跑過去不危險嗎 我說跑到水塘旁邊不是真的跑到裡面啦 是就是 跑到那個就是鐵絲網裡面 對對我們還是在鐵絲網裡面很安全的地方 只是在那邊觀察 我想說半夜跑到外面去 沒有那是自殺行為 所以這樣的話他們在這種動物的 觀賞動物的行程裡面 他們安全性是還蠻重要的 對基本上其實我們去到那邊 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我覺得啦 大部分的一些動物 他其實對你沒有太多的興趣 他也不會主動攻擊你 嗯 重點就是你不要去打擾他們 那當然這個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本身就是要尊重這個大自然 就是你不要去打擾他 然後 基本上你不打擾他 你就不會有任何危險 嗯 他也懶得鳥你這樣 對他根本就懶得鳥你 有時候我們都很希望 趕快鳥我趕快看我 就偶爾你還是看動物 你還是想要看他正臉 不是想要盯著他的屁股看嗎 對啊 但是他們完全就是 無視你這樣 對無視 沒有他們看過人類不知道看多少了 真的 真的是不稀罕這樣 是啊 對啊 這樣的話 剛剛講的是納米比亞 是 對 因為納米比亞也算是比較南部 這樣子 對 那這樣南部的非洲 相對於這邊的話 東部非洲 差別是什麼 因為我們常聽到這種 動物大遷徙啊 什麼 好像都在東非對不對 比較重點 對 就是東部非洲 就是以東非來講 就是肯亞跟唐上尼亞 最有名的就是動物大遷徙 這個可以說是可能 觀賞動物做最 行銷做得最好的一個 就是因為大家就是 每次就是衝著動物大遷徙 然後就 名氣很大 所以大家就會在每年的 可能大概七到九月份 這段時間到肯亞 來觀賞動物大遷徙 對 那我先基本來介紹一下 動物大遷徙的概念 他其實基本上是 發生在肯亞跟坦上尼亞 然後肯亞那邊叫馬山馬拉草原 坦上尼亞叫色倫蓋體草原 他就是一個共享的一個大草原 只是中間當然有國界 對這個國界其實基本上就是 也沒什麼特別 就是畫一條虛擬的線吧 反正動物不管了 對動物不管 因為他們要讓動物 可以自由在這個草原 這塊草原遷徙 那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動物 因為那個坦上尼亞 他佔的面積比較大 對大概可能十分之九 都在坦上尼亞 他只有十分之一在肯亞 那當動物他每年大概在 可能就是坦上尼亞 生活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慢慢進入肝季了 就是大概每年的七到九月份的時候 坦上尼亞這個時候是肝季 他們的草不夠多 然後水源不夠 所以他們慢慢這群動物 就會往北邊移動到肯亞去 所以每年動物大千奇大部分 大約略略發生在大概七到九月份 或更大的範圍六到十月份 因為這個就是大自然生態 他不一定 因為你要看每年下雨的狀況 草生長的狀況 然後這些動物就會類似足水草而居 然後進到了肯亞的馬賽馬拉草原 所以大家就是會來看這個最精彩的畫面 因為大概就只有上百萬隻的動物 就是像是牛林斑馬 這個是最主要的 然後就是可以看他們數量很多 一群一坨的 或者是看他們過河 對過河也是一個很精彩的畫面 但這種都可遇不可求 因為有時候你很難遇到那個 最精華最精彩的時刻 可是過河為什麼那麼難 你就在河旁邊等 對但是有時候因為畢竟那個 那條馬拉河很長嘛 那有時候不一定在哪邊過 所以他過的時候你不一定有看到 那而且他們其實很多情況在那個時候 因為馬拉河的水量蠻豐沛的 對所以有時候他們過河他們會判斷 就是他們不敢過 一來是水量大怕被衝走 因為他這個時候他們可能很多都帶著小斑馬 或小牛林 對所以他們不敢過 二來就是呢 河裡面有很多的鱷魚在等著 這麼恐怖 對但是這個也是我們去看 動物大千禧最想看的精彩畫面 雖然有點殘忍 但是這個真的就是大自然嘛 就很期待鱷魚出現 是對這個畫面就會很精彩 所以一般遊客去看動物大千禧要怎麼看 因為他是整個草原上發生 同步發生的事情 是對 這樣的話你就以你帶團的話 這要怎麼看啊 就基本上我們像 當然我們帶團去就是帶著大家 就是坐著那個所謂的獵遊車 就是通常是上面有開一個頂有一個蓋子 我們會有個蓋子可以打開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站在車上 你可以站在位置上或站起來 然後因為你的假設你車頂就被打開了嘛 你頭就可以探出去就可以看動物 然後平常就是我們坐著那台車去找動物 當看到動物的時候就可以站起來就可以觀賞 所以就是靠導遊的嗅覺 就是他敏銳肚子 真的我真的覺得是嗅覺 因為他們真的很厲害 而且當然現代化的設備 就是他們會用無線電 互摳這樣子 對就是哪邊有精彩畫面 然後大家就一起衝過去這樣 所以說一旦有什麼精彩畫面的話 可能旁邊幾十台車在那邊 有時候真的像停車場一樣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有一次第一次去吧 我就看到哇塞 那個怎麼草原上有個停車場啊 結果我去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大家在盯著就是一家子的獵豹 人類比獵豹還多 真的多太多了 這是人類大千禧 大概五十輛車吧 五十輛吉普車 然後在那邊盯著五隻獵豹這樣 那個獵豹壓力會不會很大 他們還是依然顧我 不理人類 對啦 反正每年都是這樣啊 沒什麼了不起 他們習慣了 那所以說這樣的話 因為很多種動物嘛 像獵豹 對 然後或是牛鱗啊 斑馬這些 是 那我相信他們應該不會 你知道同時就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基本上在動物大千禧 如果你是在對著時間點的話 那個斑馬跟牛鱗 還有那些鄧鱗 就是草食性的這些羚羊類的 阿斑馬類的這種啊 超級多 就是 就是因為它都是上百萬隻 數十萬隻的數量 在這個草原 那個馬賽馬拉草原也就 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大吧 對啊 所以你這樣擠了上百萬隻的動物 其實基本上你隨便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一坨一坨的 就很多 對就是 如果真的是季節對的 就是時間點對的話 對那當然獵食性的動物就不是那麼多 但是在那個時間點 因為所有的大餐都出來了 我們都稱作是buffet 對那些獅子獵豹花豹來講 all you can eat 隨便你可以盡量吃 所以就很容易可以看到一些 獵食的畫面吧 所以你就會輕眼看到就是可能獅子直接 把那個 對運氣好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獵食的過程 這是最精彩 因為獵食通常就是一瞬間 那大概就是可能 十幾秒內 就把他完成的事情 那之後你就會看他在吃這樣 對那在獵食的過程是最精彩 因為你就看到他們慢慢的 準備前進 然後就爆發這樣衝過去 尤其是獵豹吧 因為獵豹就是全世界最快的 陸地上跑最快的動物 所以你看他爆發這樣噴出去 哇然後立刻 直接抓下來 對立刻就抓下來 那就是很精彩 我之前看Discovery說 獵豹好像是說 他算衝很快 可是他全力跑 好像只能跑20秒 就是他們就是 貓科動物就是 沒動逃 對真的他們就是 就是短跑型的選手 對 可是那一波抓下來就有了 沒有就沒有 對 就是通常是這樣 因為通常草食性的那些動物 他們都可以跑很久 跑很遠 對 然後剛講到那個 貓科動物不動逃 我就很想要提一下就是 那個獅子 嗯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常聽過什麼 就是說獅子啊 他們就是 做愛時間很短啊 教育時間很短 對對對 他們確實喔 我真的確實親眼看到 真的就是 三秒鐘 就是草原上 我覺得最好笑 最精彩的話 因為原本看那個 威風靈靈的獅子 就這樣 那三秒就 就結束了 所以他不斷 哇靠 三秒要比他獅子還短 對 真是超級不動逃 但是說實在 我還是要幫他平反一下 雖然他一次三秒 但是他一夜可以拔次 對 他們就是以量取勝 沒有啊 不以時間取勝 三成八二十四秒 好像也沒什麼了不起 對啦 以上講來說是啦 對 但是你以次數來講 他可以很驕傲 說我一個晚上可以拔次 這樣 這種感覺 看他的KPI是什麼 對對對 是啊 好好好 這樣聽起來的話 好像其實看動物 五大千奇 嚴格來說 應該是蠻安全的活動嘛 對不對 對 基本上因為我們都在列車裡面 所以不太會發生什麼狀況 但是當然 有時候我們在車上 看太多動物的時候 就會想要解放一下 就是 因為有時候一次出去 就是要看三四個小時嘛 但是你不可能三四個小時 都不上廁所 所以 但是當然我們也不可能 就 就為了上廁所 就結束掉行程 所以我們就會去找一個 比較 可能安全的地方 去解放吧 對 沒有動物的地方 對對對 因為導遊 我們的那種導遊 他們其實都非常專業 他們大概判斷 就大概知道哪邊比較安全 然後有一次 我就記得我們就是 那時候已經看了 可能大概三個小時 然後大家就很想上洗手間 所以導遊 就帶我們去一個 安全的地方解放 然後當 就是大家反正 就男生一邊 女生一邊 就真的就是大草原嗎 你真的不可能找廁所啦 就是隨地就地 就地解放 然後記得我那時候 有個團員 我們就是 反正男生就找到一邊草叢 然後就 他可能比較慢一點 然後他上完的時候 突然就 就我們就看到 就聽到 就是一個很大的聲音 就噗噗噗噗噗噗 跑出一隻河馬 河馬喔 對 就一隻河馬 平常河馬基本上我們很難看到在陸地上 就看到他 就被我們 狂奔 可能就被我們團員嚇到了 他在那邊湊到衝出來 我不知道 或者是團員天賦一禮之類的 是 對 然後他就跑走 然後就噗噗噗噗噗噗 就 就跑走了 那當下我們真的是捏一把冷汗 因為大家都知道就是 每年在非洲被河馬幹掉的人 比被獅子幹掉的人多太多了 嗯 我又聽說河馬很凶暴 啊是 因為前兩年就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河馬咬死一個台灣人 那次的事件其實對台灣的旅遊業 就是歐洲 非洲旅遊 傷害其實滿大的 對 但是我要講的一點就是 河馬它確實 它是一個脾氣非常暴躁的動物 就是 你絕對不要去惹它 就是離它越遠越好 就是不要去侵犯它的領地 那我相信那天那個我們去的地方 那絕對不是河馬的領地 因為河馬通常也是群居性的動物 不可能有一隻 他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跑到那边去 他可能在里面解放 也有可能 对,然后被偷看了 就觉得很害羞 就跑走 但那个那次发生的那个状况 其实我们在想 就是咬死人的那种状况 可能真的是不小心 就是进去侵犯到河马的领地 然后就才会发生那次的意外这样 听说河马速度非常快 对,他时速好像可以到40公里左右 就是一般我们跑步是跑不赢他的 绝对不行 对,然后他的那个牙齿 他的嘴巴就超大 那个咬合力超级强 就是被咬到真的是稳挂的 我之前看那个动物星球 好像是一咬可以把那个鳄鱼咬成两段这样 有可能,对,确实 就河马就是一个最好 虽然看起来很可爱 对,很多人都觉得 哇,河马长得很像鲁鲁米那种感觉 就很可爱 感觉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动物 没有,他其实很危险 对,而且他很大只 所以也是随便一个动一下就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真的不用太想太多太担心 因为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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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因为我们事前都会跟大家提到一些需要注意的 嗯 而且都会避免掉任何的意外状况 所以真的通常有发生很多的 如果有发生状况很多都是人为的疏忽 就是他可能自己没注意 就是太超过 对就是明明可能有通电铁丝网 你一定要翻过去那种概念 那个自杀 对对对 就类似那种感觉 对 是啊 好 那在动物大迁徙 你看了那么多次 你看了很多次吧 对 那你觉得 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动物 我觉得 像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动物 就是很常见 但是我觉得 也有点看不腻的就是斑马 斑马 就一般大家会觉得 就是超一般的 而且真的很常见 对 但是我觉得斑马就是一来 他的花纹真的很漂亮 我也很喜欢斑马 斑马跟场景如果我都喜欢 就是这种花纹类的 就是很有特色 看不腻 而且斑马其实很酷 就是你知道斑马的花纹 就跟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 是独一无二的 你说他那个黑白线条 对 你说每一支其实都不一样 对每一支都不一样 你仔细看 所以如果你跟他混熟一点 你是可以分得出来 他们直接的差异 所以你只要可以扫他那个条码 之类的 对QR Code 扫一下 对 所以你觉得斑马看不腻的点 是他花纹美 花纹美 然后就他其实有很多很酷的一些 可能像冷知识那种感觉吧 譬如说什么 对啊 那你觉得斑马是什么颜色 就是他天生是什么颜色 因为就黑跟白 对 黑跟白 你觉得他底色 如果你把他毛剃光 他是什么颜色 我真没想过耶 肉色还是什么 当然我这种 我不知道啊 毛剃光哦 是 我不知道 他其实是一匹黑马 蛤 对 你把白毛剃掉 下面是黑的 对 肉是黑的 就也不 对 他底色应该算是黑的 黑的底 就欧巴贴这样子 长出白的毛那种感觉 其实我当然我没有摸过 没有实际看过 但是就是听当地导游就说 黑马 哇 天啊 有这种事哦 对 真的 我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因为斑马 他很酷的一点就是 我听了 之前听了一个导游 才知道哇 原来他 这个动物这么特别 就是 你还知道 哇 原来他这个黑白斑文 就是有一些很酷的作用 就是最常听到可能就是说 因为他的黑白条文可以帮助 帮助他去扰乱狮子 他的猎死者的视线 就狮子他其实视力不是很好 然后一群斑马逃在一起 就是黑白条文上 他就会乱七八糟 然后狮子就会发现 就是没办法去锁定一个目标 他有点可能类似像狮胶吧 他会觉得是一坨东西 他很难去锁定单一的目标 对 其实有些那种黑白条文的衣服 也会有这种效果 对啊 就会有这种看不清楚的感觉 是真的 看起来蛮烦的 所以他们算是他们的 他条文其实是有他有用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超酷的就是 害我都很想以后夏天的时候 都穿黑白条文的衣服 因为他说斑马 因为他的黑条文跟白条文啊 就是黑色比较吸热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然后白色就比较容易可以散热 比较不是那么吸热 他一个比较热跟一个比较不热的交接 他就会形成小小的那种什么高压低压 然后就会有气流 所以他可以自身 可能就是可能自身产生 类似像一个风扇的效果 所以他可以在很热的天气当中 他就觉得哇 他好气哦 他一点都不热 自带电扇这样 对对对 内建这样 对内建电扇那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超酷的 后来google一下知道 还真的有应该是有这一回事 我就觉得哇塞 那我就觉得 那我平常应该以后多穿一下黑白条文的 会不会就觉得哇好凉爽啊 这太科幻了吧 对我觉得哇真的超强的 斑马是这样 然后因为他们斑马很容易生长在一些比较干旱的地方 所以他说就是斑马他平常在呼吸的时候 像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就可能会把很多的水气呼出来 那他不会 他就会把那些水气好好的增长 就是呼出来的空气就是干燥的 然后就是把那些水气就全部保留在自己身体 就他不会很消耗很多的水分 哇这么多弱 而且他又又很凉爽啊 所以不会流汗 哇天哪 所以他这个自带天风扇的效果 真的是很猛欸 感觉就是一个哇很环保节能的一个动物 自己可以就是生生不息自己循环 是对啊对啊 天哪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哇斑马真的看起来很平凡 但是很酷 我太小看斑马了 对真的 我以为他就是一个你知道有花文的马 对很常见 连一般可能出门路口都有个斑马线 对 对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你刚刚提到这么多看动物行程啊 嗯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蛮累的啊 就你整天在草原上面追动物这样 确实不能说很轻松 因为毕竟你就是坐着车子 然后有时候是off road 就是你一定要去到一些就是要看动物的地方 就不是那么的轻松 但是我必须得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 非洲很多地方比大家想象的来的更高级豪华舒服 嗯 甚至真的是吃住都非常的好 这是为什么非洲团 大家看到很多旅游团都是超级贵的 哈哈哈哈 对对 因为吃很爽 对就吃很好住很好 就是这次其实算是早期可能英国人留下来的吧 他们就早期英国人就喜欢来这里 就是以前的贵族就喜欢来这里看动物打猎什么的 然后就会有就是最很早就开始发展观光 然后就会有一些很好的度假村 像我们每次去住就是住那种度假村都是超级高级的 就很大 然后呢像现在台湾很流行glamping 就是豪华露营豪华夜营那种的 就是一些固定式的帐篷 然后很大很漂亮 其实我觉得都是从非洲流行过来 因为我们在很早去非洲的时候 就是住这些超级高级豪华的帐篷 就是你帐篷他 他美其名说是个帐篷 他其实就是一个固定式的东西 然后就是里面有浴室有厕所这种是基本的 然后有很多还有浴缸 你甚至可以套着 对独立的淋浴间 有些淋浴间甚至是有半路天的 你还可以一边看星空一边淋浴 还可以一边看斑马之类的 有时候运气好 我有住过那种度假村 真的是我打开窗户 就是帐篷的窗户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隔着铁丝旺 那种外面就有大象有各式各样的动物 哇天哪 我是没有运气那么好到看到狮子 但是听说确实有机会是看得到的 哇天哪 这个已经把五星期饭店搬到草原上那种感觉 是真的你就是住的好不稀奇 到处都可以住的好 但是呢那边住的好之外 有些可以搭配让你看得到这些很棒的动物 然后就觉得哇 真的这种体验是超级超级棒的 哇我还以为动物大纤旗要追的话是那种 你知道吗就是过得苦哈哈的 睡在车上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就是过得很苦 但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真的 你要住的好 吃的好都是不用担心 绝对有这些选择 看预算就对了 对当然看预算 对 好好好 OK 这样说起来 非洲动物就是这种一年看动物的游客应该是 就是无法估计是超多这样 其实真的很多 因为我们台湾可能是这几年比较流行 但是其实早在以前欧洲人就已经非常喜欢到 那个非洲去看动物 甚至该怎么讲 他们最早一开始其实是去打猎的 嗯对对对 其实这个要讲到一个我觉得蛮难过的 就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动物的就是会比较关心 有关于动物保育的这方面的议题嘛 就是像很多 呃 欧洲人或欧美啦 一些可能就是有钱人 就是他们会喜欢就是他们自己的 可能那个圈子他们的嗜好 对 他们有一种有些可能是炫富的方式 对或彰显他们身份地位的方式 就是我家里面挂着一只 我自己打的狮子的头 那种感觉就是挂着一个狮子头 对然后就是一种就是他们彰显他们身份地位 但其实这个对动物保育其实是很伤害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啊 就是像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叫做困猎 困猎 困猎 对困猎 他其实很悲惨的就是从小就是他们会富裕 呃说什么就是反正富裕很多那小狮子就是他可能繁殖啦 繁殖很多小狮子 然后他们会很多就是哎大家可以过来非洲 然后这边有很多小狮子可以给你抱给你喂给你照顾 你可以跟他拍照之类的 然后其实这些狮子他们其实都是用来作为就是好可以说观光 然后可以说就是反正产生一些经济价值 那之后呢这些狮子他们的命运通常就是因为他们长久跟人类生活在一起 然后没有回到大自然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是之后的命运就是长大之后 当然你已经不可爱不能摸爆或拍照什么的 就变成那些让猎人狩猎的一个目标 那叫困猎他其实就是很残忍的就是把他关在一个地方 一个可能一个小的区域 然后就让他们那些欧美的人 然后你要付多少钱打这只狮子 然后他们就自己开 他们就开架然后就可以打死那只狮子 然后带回去可能做标本之类的 这个是更悲哀的事情 因为你说你在野外你平本是打到狮子就算了 然后你把狮子先困在一个鬼地方 对而且这些都是被繁殖的 而且他就是他已经寻化过狮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求生能力 对对对就很难他很难去反击或抵抗或躲 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当然我们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那很多人就是说当然我们不会去打猎 对可是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去做的就是 可能去参加那种去抱小狮子去摸小狮子 那其实也是另一方面在助长这种事情的发生 就等于说你掏钱支持这个行为 类似那种感觉对啊 所以其实也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以后可以稍微尽量避免这样 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如果想要在非洲看动物的话 其实就是远观就好啊 对当然就是远观尽量不要影响到他们 其实我之前还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让我觉得很难过 就那时候我在非洲大 我们在大草原 然后远远看到一只犀牛 犀牛也是其实是非常非常 嗯 不容易看到 甚至比狮子 那些猫科动物都还不容易看到的一种动物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头犀牛 然后远远的看他 我们大家就拍照拍得很开心 然后就突然慢慢的车子聚集 因为大家看到有犀牛就过来看 然后大家其实也没有离很近 但是那只犀牛就单一只 因为一般犀牛也很少落单 然后他就开始变得很惊慌失措 在草原里面到处的乱跑 因为各个方向都有可能猎游车 大家都过来想要看犀牛 其实我们都离很远 没有想要对他什么 但是他就非常的紧张 那我们的导游就说 他应该是之前有发生过就是被猎杀 就是他可能是他的配偶 或者是他的小孩 甚至他妈妈被猎杀 所以他现在才孤单一个 然后因为他会有这样的阴影 所以他就在草原里面 就非常的惊慌失措 他很紧张 因为其实像是盗猎犀牛角 这个问题在非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那些盗猎者 他们会直接进入到各个国家公园 甚至私人保护区 就是直接看到犀牛 就可能把开枪把他打死 然后直接把他整个头骨削断 就是要带走整个犀牛角 非常残忍 所以他算是 就是等于说是一种集团式的行为 他到各种地方 有时候不一定是集团 但是反正就是他们很多人会做这种事情 就是其实对非洲人来讲 就是他们没有选择走投无路 就是他们为了要赚钱 因为犀牛角的价格非常的好 对那其实很难去防止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他们有想做很多方式去防止 就是甚至就把犀牛本身的脚切断 但是你不可能整个切断 因为会伤到他嘛 就像是我不可能把你整个支架拔掉 会留一点 甚至有些盗猎者 连那一点点十分之一的那个犀牛角 都愿意去把整只犀牛杀死 就取那十分之一 就挖那一块下来 对 所以后来他们其实真的找不到方式 那就只能尽量的有巡守员去巡逻 然后去保护这些犀牛 这其实还是回归供需法则啊 对真的 你有人买就有人会去盗猎 是 对 所以其实最最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就是要真的要呼吁大家 就是不要去购买这些野生动物的一些制品 相关制品 像是这种犀牛角 因为犀牛角 说白一点 它就是角质 它就像是我们的指甲一样 所以说你真的想认真觉得吃犀牛角有功效的话 你就咬自己的指甲就好了 这种概念 你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所以咬指甲是 就类似效果 也许吧 对我觉得真的不要再为了这种事情 然后去伤害这些野生动物这些犀牛 虽然我觉得生命没有贵贱之分 但是它确实是已经面临到要濒临绝种 因为犀牛本身就是一个不是那么爱繁衍后代 然后不是那么容易繁衍后代的一种步骤 对它用大职是一个好目标这样子 是啊对啊 所以真的我觉得当下那时候看到那个犀牛的状态 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然后真的觉得要呼吁大家 就是要好好的爱护动物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我很大的感触 这也是为什么 每次其实带船到非洲我都会 因为每次跟他们的人共事 我都觉得很辛苦 很多状况要处理 但大家放心 你们去非洲只要是跟团 有领队帮你处理事情 其实你们可以玩得很开心 领队都帮你扛住 是领队都会把这些问题处理掉 但是为什么每次这么辛苦 我还是想去 就是我其实很想要把这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吧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非洲有太多的 不认识 对 就觉得它是一个很遥远很陌生的地方 但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让大家好好的认识 这块很棒的地方 然后因为像其实我之前就去看 珍古德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超棒的 就是 唯有了解才会关心 唯有关心才会行动 唯有行动生命才有希望 就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 那了解最容易的方式 就是你亲自来走一趟 你看过人 你对这个地方有感情 你对这些动物有感情 然后呢 我们才有机会付出一些小小的行动 来帮助我们的生态也好 环境也好 然后继续的永续延续下去吧 就是让以后我们的后代也可以继续看到这些很棒 很可爱的动物 不会只是在动物园里面 你没有觉得动物园里面看到的动物确实也很可爱 但是他少了一点灵魂吧 对 你在非洲看到的动物 他们是自由奔放的 他们是有灵魂的 有血有肉的 生命力旺盛这样子 对真的就是非洲大陆就是一个生命力非常丰沛 非常旺盛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保育这些东西不做好的话 其实未来这种有生命力的动物就越来越少 是真的 看到的东西就会比较 不是那么真实啦 我觉得 对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小夫来这边分享这么多奇真异寿 是 而且有些其实并不是什么奇真异寿 只是我们过去的了解真的很少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 事实上我们对它根本就一无所知 对 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学习当中 然后每次到非洲都会有新的知识 新的收获 那我现在已经好久没去了 其实我觉得好多东西都忘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次疫情赶快结束 然后大家可以赶快可以出门去旅游 去认识这个世界 知道更多资讯 好 非常期待 等到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搞不好疫情已经没什么事了 希望拜托 然后我已经开始出国带团之类的 对 好 那今天还是非常谢谢你来 谢谢大家 好 那大家拜拜咯 拜拜